大家好,市場都OK,爬上25,700點 我看8月、9月、10月分別的高位是26,800、266、262 如果每個月的高位都低於上次高位大概300點的話 即是恒指今次的反彈第一個最大的關鍵位大概是25,900點 要小心一點,去到這個位置的淡倉會不會走出來 殺了指數下去,都是要有戒心 因為外圍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說 因為中美的電話會談似乎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新奇刺激的東西走出來 莫說一些最新的政策各樣東西 我覺得只是一個嬌心的會談 六中全會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消息 中國經濟數據大家都盯著 11月究竟會出現一些繼續差下去 還是谷底反彈呢?都很關注 所以這個時候我覺得港股的成交 已經告訴大家買賣兩閒 技術反彈可能會繼續,但去到25,900點 就要開手就要謹慎一點 尤其是拿著一些新經濟股 見到近來一個反彈都漂亮的 騰訊就上回500元了 去多二、三百點的話 吃不吃糊呢?我都會建議你吃糊 但是這個位置是否禮手做淡倉呢? 那就看看形勢再再算吧